這說法叫做射精公式 射精公式這是一個平均數的概念 這個男性們就會開始眼睛睜大來聽 對就是你20就是你大概20幾歲的時候 你把你的十位數字乘以9 所以20、30、40、50、60這個是歲數喔 是幾歲的時候 好OK要乘以9 對你乘以9然後例如說2乘以9等於18 就是你如果一週八次是可以接受的 那30乘以9就是27就是兩週七次 這就是都還在合體的範圍 所以到60歲的話 也至少要每五週四次 也就是一個多月四次 那等於幾乎每個禮拜一次啦 對就是每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只要你不會覺得過度的刺激 或者是力不從心都沒問題這樣子 年輕的時候性生活就特別頻繁 反正是過猶不急 因為你過度的刺激 剛才說攝護腺它會製造精液的 大概30%的成分嘛 所以你一直分泌一直分泌 久了反正會容易造成攝護腺肥大 所以說你太久沒用 攝護腺管都會阻塞 太常用它本身又用太多 又容易發炎 所以也是會肥大 所以只要在合理的次數之內 就沒問題了 那再回到一個問題喔 攝護腺肥大 攝護腺癌 還有慢性攝護腺發炎 這三個是有連帶關係的嗎 有個進程關係嗎 其實攝護腺癌跟攝護腺肥大 慢性攝護腺發炎 其實沒有絕對的相關性 但是就是說 可是我們都以為一樣耶 對但是就是說 因為攝護腺癌 它本身如果癌細胞變大 它也有可能會造成一些 攝護腺肥大的症狀 所以說我們攝護腺肥大的病人 我們都會幫它做 那個肛門植診和攝護腺指數 就是怕說裡面常有攝護腺癌 順便幫它抓出來這樣子 所以攝護腺肥大 會是攝護腺癌的一個症狀 對對對 但是它不一定是攝護腺肥大 會導致攝護腺癌 那可沒有說絕對的關係 那慢性攝護腺發炎呢 慢性攝護腺發炎其實 比較是一個症狀 攝護腺發炎可以分成急性期 還有細菌感染的和非細菌感染的 那急性期通常就是 三個月內我們通常就是急性期 就是你有小便疼痛 密要到感染的症狀 合併你攝護腺發炎 這個時候我們去 剛才說的攝護腺按摩之後 你驗尿就會驗到很多細菌 發炎細胞 那慢性的攝護腺發炎的話 就是你長期以來都會有 那種肺炎部疼痛 甚至有人是臀部 大腿內側疼痛 或是下腹部痛 然後一直看病啊吃藥 都找不出特別的原因 所以可能是慢性的攝護腺發炎 攝護腺發炎 所以說如果有的人 慢性攝護腺發炎 可能會合併一些性功能的障礙 所以說剛才那個症波治療 剛才症波治療就是打在 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匯音部啊 攝護腺 其實說有的性功能障礙 我們會再把它加做 陰莖本身 像陰莖根部啊 陰莖體育 跟那個陰莖前端 也是去刺激他的神經習慣再生 就是他可以 除了改善你的攝護腺發炎的症狀之外 也可以影響你的性功 所以感覺像是一減二股 對 有這種感覺對不對 我現在 一次治療兩個問題 對 一次本來是要治療攝護腺發炎 但是其實也可以增強 那一方面的一個狀況就對了 喔好 所以這是攝護腺發炎 跟攝護腺肥大 還有攝護腺癌 其實三個是真的有點不太一樣的 所以大家不用把它全部聯想在一起 其實真的會以為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今天我們的EGG醫師 特別幫大家解惑了 因為過去大家不敢刮攝護腺 因為我們手術過去就是從尿道進去 然後用 親切好可怕用刮的 對 用那個電燒電刀或雷射把攝護腺刮除 因為有的人就是覺得刮完他可能會影響他的性功能 但其實性功能有 其實性功能 我們數前都會問病的人 你是不是性功能已經變差了 其實有的人他是本來性功能就沒有很好 然後尤其是他有糖尿病啊 或一些荷爾蒙低下的問題 手術完過一陣子性功能變差 他會覺得是不是手術的問題 就要問醫師你搞得害耶 對 其實有時候 其實有時候是本身身體的進展 並不一定是手術的問題 所以要先搞清楚啦 前因後果啦 對